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许多县市的跨年晚会和元旦升旗 都改用线上直播的方式来进行 而花莲因为防疫有成 31号的跨年和元旦的升旗都如期的举办 但也都加强了防疫的措施 在吉安乡的元旦升旗採单一入口管制 现场还有多位工作人员 进行量体温喷酒精液的工作 并且有实名字的登录 要求全程都要佩戴口罩 就是要确保开心的元旦升旗 不会成为防疫的破口 每年元旦很多人都喜欢参加升旗典礼 来迎接新年到来 而今年受肺炎疫情影响 许多县市停办了升旗活动 吉安乡很幸运的能够如期举办元旦升旗 不过也特别加强了防疫措施 不要让开心的元旦升旗变成了防疫破口 请各位相亲配合 全程活动要戴口罩 如果您的温度 您的体温超过37.5度 微发烧状态就不能参加本活动 请各位相亲配合全程戴口罩 入场的人都要填写十连字表格 一起来的人可以一起填十连字表格 凭十连字表格领先刀品兑换券 吉安乡的元旦升旗采单一入口管制 进入会场前至少有20位工作人员 一一量体温喷酒精浴来消毒首部 还有做人员的实名制登陆 并且要求全程佩戴口罩 层层把关绝不松懈 要确保每一位参加升旗的民众 都可以落实防疫工作 也保障大家的健康安全 履履会杰相报的